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为大家提供的ASB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九章 Applicating对象和System对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pplicating对象 Applicating对象的用途是记录整个网站的信息 例如上占人数 在线名单 意见查询表或在线统计 由于ASB诊信中的变量在执行的时候 之前会恢复为空 无法记录上次执行完毕的值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好来看演示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里新建一下第八章 把第八章的内容全放进去 好其实就是第九章的内容 我们建立一个 9-1.asp 建立一个asp文件放到asp里面 好看一下 我定义了一个a 对不对 然后给a初始化一下 a等于1 打印出a 好 a等于a加1 再打印出a 好 比如说这个a不要吧 不初始化的话 大家想想 打印出第一个a就做啥 空 我现在再来 再等于a加1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执行结果 9-1.asp 好12 12 12 1和2 ok 那么第一个打印出的 我给它加一个 a等于 这样清楚一点 再加一个什么 先理解一下这个 ok 定义了一个a 把这个a打印出来 a等于a 然后将这个a加1 再打印出个a 再加1 再打印出个a 看一下 第一个a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没有复制 它是空的 第二个a是什么 1 那么这个a就等于1了吧 然后打印出a等于1 那么这个时候a是1 1再加1就等于几了 2 然后打印出这个什么 2 那么就是a等于1 a等于2 那么大家想想 刷新一下 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我关闭之后 我再打开火壶浏览器 我再打开浏览器之后 9 -1 它还是123 那么也就是说 你刷新一下的时候 是不是网页重新执行 你到最后的时候 a等于2 对不对 a等于2之后 你把这个浏览器关掉之后 你再打开的时候 这个网页重新执行 a又等于几了 什么 a又等于空了 然后a又等于2 它能不能说 你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最后a等于2了 然后第二次刷新一下 或者关掉 重新再打开的时候 这个a就是2加1 就是3了 然后就3加1 等于4了 第二次就变成4了 再刷新一下 就变成5 6了 可不可能啊 不可能 所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 由于ASB程序中的变量 在程序重新执行之前 会恢复为空 所以说你重新执行的时候 它就第二次执行 它又恢复为空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它不能够在 服务器内存中 把这个 把这个 它的最后 这个最终值保留住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啊 这就是变量的原理 变量的原理 它会立即消失 啊 因此倘若我们想 记录上站人数 或者是 技术器在变量中 重新拜访时 就会恢复为空 根本无法进行统计 比如说 呃 一个人上去了 啊 有一个人上了这个网站 gm a 啊 就是content 嗯 呃 有一个人上了这个网站 就content 等于 它自身 content 加1 那么 咱就content 是不是啊 看一下 是1吧 你不管怎么刷新 都是1 你再来也都是1 因为它每次执行的时候 它会又会恢复什么 这个变量恢复为空 你加1 content 等于1 你第二次来的时候 这边content 又恢复为空了 对不对 所以不能够统计 每 那个 那个 访问者 访问者 啊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使用application对象 来记录技术器 变量在上次执行完毕的值 才能够进行统计 当有数个浏览者 同时存取网页的时候 application对象 可以用来记录 不同浏览器的 共享的变量 啊 不同浏览器 共享的变量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嗯 比如说 我这边有好几台电脑 这个是台服务器 是不是啊 那么 这个电脑去访问了这个服务器的时候 他这个content 就加1 对不对 好 比如说这个content目前是 目前是 200 对吧 那这个访问的时候 content就变成多少了 201 好 然后 这个人访问的时候 那么 就目前这个网站已经被第202个人访问了 那么第203个人再去访问他的时候 就变成多少了 203 那么前面的这些东西就是 最后就去掉了 对不对 然后他呢 他下了 他不访问这个网站了 那么第二天 他又访问了一次 那么 这个值就被插掉了 就变成204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就叫做共享的变量 所以 只有一个变量 所有人都对他累积 那么 这就叫做共享的变量 好 因为无论有几个浏览者 存寻网页都会产生一个 application对象的实力 明白吧 一个啊 请注意 application对象默认的生命周期 起始于web服务器开始执行时 终止于web服务器结束时 什么意思 当这个服务器 重启了 这个对象累积的值有没有了 好 比如说这个服务器运行了很长时间了 我现在要怎么样啊 重启一下 OK 那么这个counter值 本来最终 最后访问者累积的值是204 最后累积的值还是204 那么这个服务器重启了 然后 重启过后呢 counter又变得多少了 0了 那么 重启过后的第一个人去访问的时候 counter就变得几了 1 重启过后的第二个人访问 他就变得2 重启过后第三个人访问就变成3 那么前面两个值就应该被覆盖掉 是不是 被这个3覆盖掉 那么最后他就等于几啊 3 明白吧 然后再重启的话 他又变得0了 是不是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还有种情况 这是服务器重启之后 那么或者超过20分钟 没有任何网页读取 就是说他没有重启 本来这个网站有三个人访问 那么第四个人在去访问他的时候 因为在20分钟内 这个网站没有人访问 所以他自动又恢复为几了 又恢复为0 那么这个3呢 就被20分钟没有存取 就恢复为0 那么第四个人访问的时候 他又变得几了 明白这个道理 好 这就是他的概念啊 好 那么application的集合方法和属性 我们读一读就行了啊 集合 contents 此集合包含了所有非对象变量 这是application对象 默认是默认的集合 因此倘若我们要存取 他对象技术的变量 content 可以用application.contents.content 或者直接的application.content 好 这个对象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 特殊的变量来对待啊 这个后面我们再说啊 好 下面一个方法 移除不去讲了啊 还有lock 禁止其他浏览器修改 unlock 允许其他浏览器修改啊 就是关闭 打开和那个关闭和打开 知道吧啊 那个 加锁和解锁 应该这么说 加锁和解锁 然后呢 application.on.star application.on.od 这个是什么 在建立 application对象时 会产生这个事件 这可以在 做个集合的时候 在做啊 就是放在一个 ASA文件里面 去做的时候 用的 好 那么 刚才这个例子 是不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他不会 他一直是低啊 因为每次访问的时候 他都会 清空原来的值 对不对 变量是不是会 清空原来的值啊 除非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是不会 清空原来的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只 一次运行 他就是2了 因为 count的加1 他等于1 1再加1 他就2 是不是2啊 因为他只是 执行了一遍 你执行第二遍的时候 他不会变成4 对不对 因为 第二次执行的时候 又是从头开始 又是会不会空 OK 这就是 变量啊 如果不是变量呢 大家来看 看这个例子 好 花半分钟 把这个例子看一下 好 我们来做一下 嗯 我把以前的那个 复制一下啊 目前有 有N个访问者 9-2.asb 来看一下 最后换了啊 目前有N个访问者 那么我们N要做成变量 大家来看 呃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做吧 或者下面做都可以啊 那么定一个变量叫content 那么content呢 只要网页存取了 那么content加1 是不是啊 那么下面呢 这是我们用变量的做法 是不是变量的做法 有一个访问者 你不断的刷新 也没有用 因为它永远是几个啊 因为每次 每次运行的话 都会为空 是吧 好 这个时候 我把 content的换成 这个它是 不是的 我要写另一种写法啊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content加1 好 那么我这边呢 定一个content application content呢 加1付给了content 然后呢 content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这个会不行 能不能行 也是一个 为什么 因为之前 它也需要加一个什么 先把这个加1 然后呢 再付给原来的 好 这种写法是后面的一种写法了 我们先这么写吧 好 先帮帮大家理解一下 好 这种写法 把它看一下 看到没有 我每次刷印它就累积为一 OK 那么这边写法是这样子的 它是先application 我们先用第一种写法吧 先不用第二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 它是简化写法 先付给 content 然后这边显示的是content 然后它后面怎么写啊 后面 再把content 付给这个 好 来看一下 是不是实现了现在 OK 好 我们通过图 来理解一下 到底什么意思 好 放大 第一个 首先 定义了一个变量 对不对 好 定义了一个变量 我们就先写一个变量 好 定义了一个变量 然后呢 这是个普通变量吧 然后呢 大家看 application content 定义了一个 application的 对象的集合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称之为 一个特殊的变量 好 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特殊的变量 你可以也可以把这个application当作是个什么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什么 什么变量呢 啊 就像a啊 b啊 c啊 可不可以啊 就把它整体当作一个变量就可以了 但这个变量 它比普通变量有什么功能呢 那样可以保存 保存值 对不对 可以保存值 那么 这个值呢 可以在 服务器重启之前 或者 20分钟 之内 有 访问 前 好 这个值可以在 服务器重启之前 是不是一直保留着 那么 或者在20分钟 或者20分钟之内 一直 这个网站 一直在被人家访问 它一直被 被激活状态 是不是这个值一直在保存着 那么 普通变量会不会 普通变量 一旦网页一刷新就怎么样了 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 是这样子的 大家来看 那么 它在服务器创建的application对象 他们就这样子 就是它服务器的 它的名称叫 up count 对不对 啊 那么 好 那么网页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网页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application对象 这个特殊的变量被声明出来 对不对 然后加一 它默认值是几啊 默认是空的 对不对 或者零对吧 好 那么加一了之后 它就变得几了 变得一了 OK 那么是这样子的 来我们用记事本来统计一下 第一次网页执行的时候 app application content 比如说是等于零 是不是 好 然后加了一之后呢 就等于几了 一 然后又把这个一付给了谁啊 content 对不对 好 content是个普通变量 网页刷新它不是就没了吗 是不是 好 目前有几位访客 然后下面一句话就是 目前有几位 一位访客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呢 再把这content 等于content 那么这content是几现在 一 对了 那么application content 就是几了 现在 一 它会在20分钟内都保存起来 对不对 好 那么 那上面一个application content 是几 这个是几 这个是零 那么这个是一 OK 那么网页执行完毕了 网页执行完毕 告诉我 第一次网页执行后 content 等于几啊 content 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因为它是普通位 那么application content 是多少 20分钟之内 它都是有值的 就是 等于一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网页一刷新之后 一刷新之后 就是第二次刷新的时候 又定义了content 因为content没有了 是不是又定义了content啊 就是空的 然后 第一次application content 那么这个时候是几 是几 一 然后再加一 然后再加一 等于几啊 二 然后把content等于几啊 它是把加一再付给它 对不对 然后目前有几个访问者 目前有两个访问者 好 我这边加一个 好 目前有两个访问者 那么application 最后目前有两个访问者 然后再把content是不是二啊 再付给这个application content 因为application content之前是几啊 一 对不对 那么现在 它把等于content content现在是几啊 二 把二负给它 那application content是几了 是二了吧 好 那么这边就可以这么写 第二次执行网页后 content又没有了 对不对 因为它是个临时变量呀 好 因为它是临时 临时的变量 只是临时存放值 对不对 好 那么application就是几了 二 好 那么继续往下 那么第三次呢 那么就是 第三次application content 就等于二了 所以二加一是三 那么content就是几了 三 那么目前有三个访问者 那么application content 就等于二 那么就等于几了 三 然后第三次执行网页的时候 content又没有了 因为它是临时变量 那么application就等于几了 三 因为最后又把content 付给它 是不是 明白了吧 现在这个 对于这个特殊的变量 有没有理解 好 它是可以保存20分钟的 好 那么你这个不断的刷新 就会怎么样啊 不断的累积 有没有发现 好 我把它用IE运气看一下 好 我这边58了 我这边刷新一下是多少 这个46 刷新一下多少 59 一刷新60了 为什么 这边是59啊 我这边刷新到 69 这边刷新一下是多少 一刷新70 明白了吧 为什么会70呢 为什么这边60 从60变成70啊 因为它是各个浏览器 共有的 就是说 这个对象在服务器建立的 对不对 我下面有很多浏览器 很多电脑 好 我反望它 加1 我反望它 也加1 因为它指向的 都是同一个content的变量 对不对 所以它是加1的 是吧 那这边一刷新 就是多少 79 OK 因为这边是78嘛 那么我想一下 我把它改成 A呢 好 我把这个变量名称改了 刷新一下是几 几 刷新一下是几 告诉我 1 对吧 刷新一下 80 为什么 这个是缓存 不管它 再刷新一下 没有 我看看 Application 写A Content B 我们看一下 好 看到了吧 好 1了吧 刚才A可能是有问题的 可能跟那个冲突起来了 来 第二 看到没有 好 我们看一下C 我们把B这个变量 就是说 刚才这个Content 是多少 这个变量 记得了 好像是80几吧 是吧 81不是82的 比如说81 好 现在我又创建了 这个是什么 Application的B 是不是 那么B现在 是刷新到多少了 13 那么B就是13 它不是两个变量吧 好 我现在把它改成 C 改成C 看一下是多少 又是一个 有没有发现 那么这个呢 就变成几个 2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C 我只在两个流量器做了 那么这边就应该是 APPC 现在是几个 三个 两个 再刷新下三个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把它再改回成Content 看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刷新价值多少 因为20分钟有没有过呢 刷新价值多少告诉我 大概是80几吧 对吧 反正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周围的数字 88 是不是 好 又回到88了 那么我再改成B呢 B刚才的值是多少 13 那么刷新下应该多少 14 发现了吧 刚才A可能是 可能是跟那个Counter的变量冲突 我们看看 可能是没刷新或者冲突 A呢再来变 是吧 是缓存吧 是吧 有这个问题的啊 那个2 A从头开始了 刚才没刷新啊 5 6 7 那么就是8 90 那么现在服务期端有几个变量了 有几个Apply点的变量 有四个了 A B C 还有Content 对不对 他们分别有自己的值 他是4了吧 7了啊 应该是7 是吧 出入器一旦重启 他们就会怎么样了 没有了啊 大家可能有这个疑问 我把关掉是不是再来 就是就没了吗 好 关掉 我这边用Content看看 好 就-2.afb 有用吗 还是有用了 还能刷新 所以说20分钟没到 或者服务器没重启 它是不会消失的 对不对 不会消失的 所以这个就是Apply点的变项 好 都理解了吧 好 理解了就好啊 行 那么这个 这个刚才的这个 我这个流程 你自己好好地再 探讨一遍 探讨一遍 自己再好好研读一下 行 那么 这种写法呢 它采用一个临时的变量 对不对 那么刚才我那个表 那个把它顺序流程写下来的时候 你发现可以这么写 我不要写这么反了 那么可以采用第二种方法 好 程序 我把第一段的程序解释一下 程序解释 这个是利用Apply點对象撰写的 技术器程序 这个程序有两个关键处 第一个 第一行 将Apply點记录的 Content的变量加一 然后值给Content的 这个普通的临时变量 对不对 表示AFP程序每执行一次 Content的变量值就加一 上载人数又增加一 第五行 将代码 将Content的变量 目前的值 值给怎么样啊 记录在Content的对象 就是说 目前你是第五个 再把五再负给它 是不是 负给它 下次执行这个程序 上载人数 才不会恢复为空 明白了吧 那么下面还有一种写法 这种写法 看一下 这种写法呢 是把这个 直接的就把这个 临时变量给怎么样了 取代掉了 好 我这边换一个 KKK 是不是 服务器没有这个 特殊变量 没有吧 那我再把它 付给KKK 那么这边 直接的就用什么 可不可以 好 看一下 目前有一个访问 目前有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玩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它是零 零加一 又付给它本身 对不对 它就是一 然后目前有一个绑 然后网页又执行第二遍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了 对不对 那服务器存取了 再加一 付给它 那么目前第二个 然后持续不断的进行 明白 OK 好了 事实上 这个计数器程序是有缺陷的 若刚好有两位用户 同时存取该网页 同时执行application content 和application content 加一 那么上载人数会少算一个 就是 就这么一种情况 比如说银行排队 或者电影票 电影票检票的时候 一个一个的进去 可以每个人检票 对不对 好 然后有两个人同时一起挤进去的时候 那个检票员 是不是就会漏一个 因为还有一个他来得及检票 是不是就让他漏进去了 是不是就少算一个 那这个怎么办 好 那么 那个电影院 他就做了一个 那个栏杆 就是说 这个栏杆的宽度 只能容一个人 走 不能同时两个人走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个人走的时候 其他人就被卡在外面锁起来了 好 这个就叫锁定 那么程序也有这种 也有这种东西 你如果不将它锁定的话 它就是大门敞开 多少个人同时进来都可以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把它 只要有一个人进来 我把它锁定 其他人进不来 然后这个人 捡过票之后 这个人捡过票之后 就相当于我们程序执行 执行过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门再敞开 让下一个人进来 这样子就不会有遗漏了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在累积之前 先锁定application对象 让其他人无法使用此对象 待累积完毕之后 再解锁 才不会锁定 然后再解锁定 让第二个人进来 懂吧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做这个累积的时候 好 其实也是固定格式 先将它怎么样 先锁定 然后 好 统计前 先锁定对象 统计结束 释放对象 也不叫释放对象 打开锁定 对吧 打开锁定 它怎么解除锁定 一样的 这样就没问题了 但是我们这个演示不出来 大家知道这个概念 行 ok 好 那么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么多 那么我们回顾一下 讲了哪些内容 第一个是怎样 是 这个变量和普通变量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这个变量可以保存值 而普通变量只是个临时变量 它不能保存值 明白了吧 好 那么这个变量呢 在服务器重启之前 或者在20分钟之内 有访问 它都是可以把值保存住的 服务器重启之后 它的值就没有了 对不对 或者20分钟 没有人访问 它这个值也没有了 今天就讲的这个概念 那么下节课 我们做一些更复杂的 在线统计 在线统计 那么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提供 爱北风.com 本次的主演老师 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 有什么问题 可以给我发邮件 好 谢谢大家 再见